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1月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看到台北股市 在进入2023年元月之后 很多人都说 哎呀进入到元月份 外资就会开始归队 行情就会有资金行情推动上去 结果今天好像外资还在放假 大盘指数开低下跌37点之后 又是一个量缩霞幅震荡 收盘小跌个24点 以14199点作收 成交量仍然只有1610亿 不到2000亿的低量 指数继续霞幅的震荡 但是个股的部分 今天差异就很大了 如果你这地方买错了股票 前阵子航运股涨上来 一堆人又在喊进 如果说去年套牢的 现在又在加码了 这时候你看到长龙 股价又跌了4块钱 万海又跌了2块1 散装航运的中航 又是再度的跳空重挫下来 股价都是再度出现一个 拉回下跌的一个走势 然后看到IC载板 很多人都说 这本益比很低基本面很好 可是股价也跌个不停 南电今天又跌了10块钱 而且是再创波段的新低下去 你可以看到这些IC载板的股票 航运股的股票 又是沙声隆隆 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在前阵子 看到大涨又忍不住去追之后 满天是全金条 一追又套牢 满手又套牢 那这时候今天轮到什么 轮到我前阵子讲的电网概念股 哇 拉高上来了 华城今天拉到涨停板 还创下了波段新高 这个中芯电也连拉两根红棒 那这时候电网概念股大涨了 还能够去追价吗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再 跟大家来做详尽说明 重点是如果投资朋友 面对现在的盘势 又是一个满天专金条 到处追到处套牢的话 这个行情该如何来操作 才能够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再来看看献榮老师 今天给会员配偶操作建立 那昨天1月3号开红盘 献榮老师建议大家 昨天的盘势没有找到符合条件 个股足够胜算的时候 就修冰一下 那今天我们锁定了 元宇宙概念股当中 代号2498的宏达电 最近又有利多出来 说这地方 CES消费电子展即将登场 宏达电预计发表全新的VR产品 再搭元宇宙的一个旋风 但是也发现到早盘股价 开高一度又出量拉高 这边出量拉高上去 这边也出量拉高上去 看起来都很强劲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看到这里 就跑去追高 就去抢劲的时候 这很有可能 就是一个诱多的动作 重点是接下来股价又发现了 拉高完 散户抢劲 跌落大单成本 早盘均价 均价线也在下弯之下 有大户在怎样 拉高出货的迹象了 动能指标也在这边翻黑 出现了转弱讯号了 所以今天宏达电 早盘这样出量拉高 出量拉高 可以进场去追价吗 当其他大部分的散户 可能都在追高 早盘抢劲的时候 宪辉老师再度建议 获员Pay 采取我们胜率最高的 反市场操作 别人追高 我们来短空来做先卖 这是今天早上10点17分 发出的指令通知 快达当冲标的 短空2498的宏达电 短线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定价59到59.4之间 先做卖出的动作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宪辉老师 给会员朋友操作的指令 股票 带号 要买要卖 价位定在哪里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绝对不是说 爆一档股票 叫会员朋友 自己去市价追高 手脚慢一点的 都在帮别人抬轿 甚至可能追在高点 被人出货 对不对 你看到我们做股票 价格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需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也请会员朋友 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以免说一方面 你每次都用市价追高杀低 成本会差一点 长期下来我们讲究的巨杀成塔 对不对 长期下来这也是不少钱 更重要 如果一堆货员都习惯 收到指令就市价追高买进 市价杀低杀出 很容易惊动到背后的大户 到时候打草惊蛇被对坐 反而会容易赔钱 那你说没做到 没做到顶多没赚 那今天呢 再来看有没有做到 这是10点17分 发出的指令通知 对不对 2498宏达电 我们59到59.4之间来做卖出 那10点17分发出的指令 到了10点36分 其实股价都还在高档 最高就是来到多少 59.4 换句话说 你今天59到59.4 都有机会成交到 平均今天我们会员卖在59.2 那接下来呢 过了10点半臭 开始震荡拉回走低 最低达到58.4 那我们也成功的 在58.7以下买回 当然今天盘势比较胶着一点 赚的不算多啦 所以一早平均我们卖在59.2 这时候打下来58.7来做买回 小赚个五毛钱入贷 这地方假设百万额度 来做操作 今天又可以操作个20张 一张520张下来 今天不错 这地方2023年 我们第一次出手 至少赚1万块的小红包 开开心心 稳稳的先放在口袋里来 2023年 我们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当然你会说赚这样而已 不多 你不要小看这1万块 假设你用100万拿去银行 拿去邮局放定存 虽然最近利率有调高一点 但是你还是要放个将近一整年 才会有这1万块的利息 对不对呢 而我们今天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一天就帮很多货源票 赚回了将近一年的利息 而重点不在多少 重点你看到 县荣老师就是这样 当别人天天在那里 哇我今天又有几只股票涨停板 天天在那里大获全胜的时候 内行的人都知道 很多都假的 对不对 而县荣老师你看到 每天赚多赚少 甚至没赚钱 通通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可能天天保证大家稳赚不赔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跟着我们做当冲 当冲股当天待进 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好 那第二个 你看到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2498宏达电 没有其他个股 而第三个 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也会当其他投股老师 很多都喜欢把会员分成了N组 对不对 电视上永远有一组会员的股票 今天量争涨停 恭喜大家大获全社 可是你都知道 加入之后你怎么加入的 永远不是老师表演的那一组呢 好 那现龙老师再三跟他保证 每个会员朋友跟着我们做当冲 通通都是相同股票 今天所有会员跟着我做当冲 都是2498宏达电 没有其他个股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如果今天有会员收到 不是2498宏达电 先卖后满 老师骗人 老师当场就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继续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会持续在2023年 继续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给大家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继续的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有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只求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 如果你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稳扎稳打 当天进当天出 用最小的风险 掌握赚钱机会 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赚多赚少没赚钱 通通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给大家最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都欢迎大家 接下来想要利用当冲 来多帮自己 就赚点的用钱 2023年 这地方多赚几个红包 欢迎大家 接下来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市 那去年台北股市 我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喜欢买股票 爆波段给他重压下去 去年几乎都是受伤惨重 少的赔个几十万 多的赔了上百万 很多啊 可是我相信 如果你有看现龙老师的节目 有听兴趣 现龙老师跟大家做个叮咛 去年的行情 你完全可以避开这样的风险 因为还记得在一年前 这是2021年的12月30号 那时候指数刚突破18034 全市场还在说 台国五的基本面很好 本利比很低 还会继续涨 还会上看两万三万 拼命的喊的时候 现龙老师都再三叮咛了 整个盘市的结构 成交量台积电 在指数过高的时候都没有过高 这时候轮到投机股当道 落实股在补涨 已经有出现我所说的 末生段的迹象 那元月份虽然有机会 资金归兑之下又推升上去 但是一旦爆出异常大量 我都说过 小心要异常这个地方 盛极而衰 所以指数在去年 一万八以上 我都提醒大家 已经进入到末生段了 后来最高涨到18619 我们也开始提醒 2022年的三大风险 美国要结束量化宽松 中国要进入西三任 台湾会陷入缺点危机 这都会影响到未来股市 下跌的时候 造成的这地方 急速下沙的借口 再讲一次 其实风险一直都在 只是高档的时候 没有人再提醒你 等到大跌的时候 报纸采来这地方拼命的报导 造成股市恐慌性的下沙 可是现龙老师 有没有都先提醒 所以当时都告诉大家 指数的部分 成加量未过高 高档加量被离 指标未过高 高档指标被离 中期回档危机已经出现 美股资金行情已经在扭转 中期回档危机出现 风险意识不能少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中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跟选择 这是在去年初 指数涨到18000多的时候 现龙老师再三叮咛咛大家 让投资朋友能够顺利避开 去年这样子大盘下沙 6000点的一个风险 当然今年的行情 我也跟大家讲过 去年已经股市几乎从年头跌到年尾 跌了12个月之后 尤其在去年第四季 9月份10月份再度的急沙 融资因此而大减了300亿 而11月外资开始回头 大满了1867亿 创下16年来单月买超新高 代表散户在逃命的时候 大户已经开始飞队 所以我们说股市已经下跌了 12个月之后 空头已经接近到尾声 但是我不是说这行情 就这样一路的喷上去 有没有跟他讲过 多头要有两大要素 一要有景气 如果没有景气 不然就要有资金 来造成资金行情 但是现在两个都没有 为了要打压通膨 各国央行还在收缩资金 还在升息 所以没有办法复制两年前 那种资金行情的模式 而景气的部分 现在才刚刚亮出蓝灯 虽然好处是代表股市 已经从高档跌到相对低档了 但是当景气蓝灯 刚刚出现 它不会马上就立即反转 马上就复苏 股市也不会立即就反转 景气的低迷 通常短的话9个月 长的话15个月 而这段期间我说过股市都有可能 这样来回反复震荡主抵 甚至破底下去 所以这个行情我也说了 今年的行情会比较复杂一点 你不用过度的悲观 但人家步步为营 因为大盘很有可能会 反复的来回震荡主抵 当然最乐观的状况是 一月份再整理一个月 快的话农历年后 从18619到这个月 拉回13个月了 农历年后正式的翻多 这个月再等一等 慢的话 可能还要再整理9个月 这也符合我们这个 看到的景气对车灯号 亮出蓝灯 可能低迷还要9个月 对不对 而股市从18619高点 再拉回 再整理9个月的话 总共是整理21个月 那兔年就变成这样子 蹲蹲跳跳 有可能先跳后蹲 但是如果先蹲的话 有可能跳上去 那无论如何 今年的行情我都说过 无需过度悲观 但是要步步为营 那指数的部分 可能会蹲蹲跳跳 个股就差很大了 我说过许多产业 自行车 笔电 手机 航运 二三线半导体 真正的警惕 寒冬到了没有 还没有到 明年都有在今年 可能会功过于求更为严重 空头没有结束 今年业绩 今年都有可能股价 还有更低点 记得要反弹找卖点 所以你看开红盘 虽然指数好像稳住了 可是很多股票又怎样 继续的下杀 你看航运 长龙又从172跌到今天156了 万海又从87跌到剩下76了 对不对 中航之前还一根长红一堆人抢劲 现在又从845块跌到剩下三字头了 那更不用讲IC载版的股票 今天还在破底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不是说我等指数会反攻就好 很多股票都还有可能继续破底 反弹要记得找卖点 那之前刚才提到需求继续走强 有实力创新高的会在哪里 电动车 电网 有储能的部分 那今天看到电网已经大涨上来 中华城连拉两根红磅 这个中兴电连拉两根红磅 但是因为今天电视上几乎一堆头股老师 都在讲电网概念股 我只提醒大家 这有人气过热的迹象 明天开高千万不要乱追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盘势 指数在这里来回震荡 类股轮动速度会非常快 今天看起来是半天全金条 你追追看 可能明天又要套牢了 这一点我先提醒大家 那你说这种盘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所以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跟大家这一路以来都说 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 你要稳扎稳打 又能够将稳稳的获利放进口袋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所说的快打当冲作战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盘后空手 自然能够高枕无忧 先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再来稳扎稳打去掌握赚钱机会 是不是这样的操作 即使去年大盘崩跌6000点 我们一样能够稳扎稳打 在去年帮助很多投资朋友 不但避开大盘的下沙 还能够稳扎稳打的创造收入 而今年我们会继续利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投资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想做当冲 只是没有时间看盘 因为当冲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观察盘式的结构 适合做多还适合做空 观察哪些个股有大户进货在转强 哪些个股有大户出货在转弱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时间当然不行 那更多的投资朋友可能自己操作 想要省点钱自己来做 结果看了半天 盲目的在追高追高追高 行情好的时候或许赚一点 行情一整理 常常就是追了就套 追了就套 万一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常常都是赚到小钱赔到大钱 省了小钱反而赔得更多 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我要强调我们的当冲 不是每天盲目在那里 看到谁在大涨就追高 谁在大涨就追高 而是仔细地观察盘式结构 决定今天的盘式适合攻击盘做多 还是整理盘来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攻击盘我们找大户进货转强的股票 整理盘我们找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 那先做马进先做卖出 确认转折的时候果断出手 最终要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所以有攻击机会我们也做短多 但是最近大盘在整理 像今天大盘量缩又是下富震荡 别人都在追高买进 追了就套 我们反市场操作 锁定了2498宏达店 早盘出量拉高 别人再追高 我们反市场操作 先做卖出 对不对 一早平均卖在59到59.4 最高就是来到59.4 平均卖在59.2 拉回来58.7以下买回 小赚0.5元 百万额度操作个20张 一天今天也加薪个1万不快的小红包 稳扎稳打放进口袋 不止今天赚对不对 这个上个月我们操作8996的高利 也是散户在强劲 我们反市场操作 先卖后买 那一天卖在174 补在171 3块加差 7张一天就加薪个2万1 2万多的红包放进口袋 M31也是前一天隔日 东大户锁完涨停 隔日这地方散户在最高的时候 我们反市场操作先卖后买 一早平均卖在578 打下来563买回 一口气15块加差 两张加薪3万 对不对 上个月操作合成 也是这地方散户在追高的时候 发现大户出货转弱讯号 一早卖在23.2 打下来这地方成功的22.5买回 0.7元 百万额度做50张 一天加薪个3万5 包括安控股深锐 12月9号发现大户在那里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先卖后买 1块2加差20张2万4 12月2号同样深锐 一样先卖后买 也是1块2 20张又是2万4 就是这样不断的复制成功模式 稳中求胜的方式 稳扎稳打巨沙成塔 要帮大家这地方继续的掌握赚钱机会 如果说新的一年里 投资朋友认同我们这样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最小的风险 稳扎稳打帮自己过年前多赚几个红包 新的一年里持续来累积财富 都欢迎大家 接下来跟上我们脚步 现在加入还有机会学到现龙老师 亲自传授的操盘及技术分析 线上教学课程 还有每个月的实战教学 详细内容想要深入了解 都欢迎大家广告休息时间 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运达头顾真心照顾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常常有投资朋友问现龙老师一个问题 说每天看现龙老师节目 几乎就是一档 偶尔顶多两档股票来做操作 为什么不多报几档股票 让会员朋友可以多赚一些钱呢 为什么每天就只锁定个一档 我会这么说啦 我相信你可能都加入过其他投资老师 几乎每个投资老师都是这样 罕进或者是放空 都至少十档以上的股票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 假设你有100万的资金 你要分配成十档 每一档就只能够买个多少 买个十万了 那其中有一档 哇让你大赚20%很多了 对不对 十万的20%是多少 其实总共你只赚2万回来 对不对 你想要多赚一点 结果资金分散了 好不容易有一档赚了20% 才赚2万 这样有让你多赚一点吗 不但没有 可能还不够其他九档去赔 所以你说多含进一些股票 能够让会员朋友多赚一点吗 不但不行 反而只能够让你的获利稀释掉了 而孙子兵法说 兵非贵一多也 唯有武进 足以并利料敌取人而已 股市如战场 未常常强调 我们贵胜不贵久 贵金不贵多 所以1000多档2000档 现龙老师就是要找到最有把握的 一到两档来做操作 用最有把握的股票 来帮会员朋友 稳扎稳打集中活力来做赚钱 所以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再强调一次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1000多档2000档 就找最有把握的股票来做操作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档 而会清楚告诉你 今天要先买先卖 清楚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所以不是爆一档股票 叫你自己市价追高杀低 手脚慢都在帮别人抬轿 手脚慢不小心就追在高点了 对不对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楚明白 没时间看盘老师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带你进 一定都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原则 昨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兵 今天看准2498宏达店 对不对 先卖后买 哇小赚的这地方 这个20张1万红包进来 不止啊对不对 M31那天578卖出 打下来563买回 一口气15块价差 2张3万块 合成0.7元价差 对不对 高利3块价差 7张也有2万多 就是这样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过年前来多赚几个红包 那如果说投资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赚得多赚得少 没赚钱 通通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想在过年前 多创造一些收入 多赚几个红包的 广告时间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孤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